怕浪费的奶奶 怕浪费的奶奶 盘子里的菜没吃完 碗里还有饭粒的时候 他就会来跟你说 真是浪费呀 剩这么多真是浪费 我帮你吃掉好不好啊 一口接一口 吃一吃舔一舔 哎呀 怎么连这里 也连着这么多饭粒 真是浪费呀 他一边说 一边在我的脸上舔来舔去的 哇不要啦 真是浪费呀 让我再舔几下嘛 舔来舔去 舔舔舔 哗啦哗啦 水龙头开着不关 这时候 他就会来跟你说 真是浪费呀 用一杯水刷牙就够了 怎么可以浪费呢 结果 我忍不住哭出来了 哇哇 哎呀哎呀 真是浪费了眼泪呀 当你把纸揉成一团又一团的时候 他就会来跟你说 真是浪费呀 这些纸还可以拿来玩 你不觉得丢掉太浪费了吗 摊开弄纸 贴上去 减呀减呀 黏一黏 你看 怪兽套装做好了 一发现短短的铅笔头 他就会来跟你说 真是浪费呀 红尘黄绿蓝定子 把这七支铅笔头绑成一圈的话 会变成什么呢 彩虹铅笔 答对了 哇好漂亮的彩虹铅笔哦 当你正想把橘子皮丢掉的时候 他就会来跟你说 真是浪费呀 晒干的橘子皮 可以拿来泡枣 很舒服的哟 泡个暖和的橘子枣 咔嚓 天黑了 开灯吧 嗯 真是浪费 我要回家了 怕浪费的奶奶 说完就回家去了 为什么要开灯呢 真是浪费 天黑了 上床睡觉就好了嘛 真是浪费呀 真是浪费呀 你有没有在浪费什么东西呀 结束